相信很多球迷跟我一样,有很深的中国移动长城情节,不过在姚明退役之后,中国南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件连,周琦等不错的内线,但是始终达不到姚明的高度,所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后来人。 而就在CBA新赛季,即将出现一位年轻的小将,他12岁时,身高就超过2米05的麦迪,16岁,身高更是达到2米17,他就是中国南来民宿赵仁彬的儿子赵一鸣,赵一鸣出生于2001年,父母都曾是篮球运动员。 父亲赵仁彬身高2米07,曾在1996年入选过CBA全明星和南篮国家集市队,继承了父母优秀精英的他,自向身高就远超常人,拥有如此出色的身体条件。 再加上父母的影响,赵一鸣自然而然的走上了篮球这条路,2013年的时候,刚学习篮球不久的他还和麦迪,一起参加山东电视台的一班节目,当时他的身高就已经超过了麦迪,而麦迪的真实身高? 大家都知道,在那之后,赵一鸣加盟了培养了顾全、孟多、李慕豪、孙童林等球员的深圳南篮青年队,在接触到了系统的篮球训练之后,赵一鸣进步很快,身高也是越来越高,去年的时候,赵一鸣的身高就达到了两米时期。 更为重要的是,和其他内线比较搭薄的身材不同,赵一鸣不仅身高出重,而且体重也有125公斤。 除了出色的身体天赋之外,赵一鸣的技术也很全面,不仅能够被身单大,还有一手不错的钟头。 在今年6月份的U19全国青年南蓝年萨上,赵一鸣在面对比自己大两岁左右的对手时,发挥都不错。 所以深圳南蓝已经将它放进了CBA新赛季的注册名单中,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圳队将会在新赛季重点培养它,至于它能否成为新元王,我们拭目以待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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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